大家好 我是配音演员正希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本剧王子星的配音演员杨仔 哎呦这个这个真挺难的 嗯我觉得就是首先是从性格上吧 就要把自己掰成一个那种傻白甜的小可爱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 就可能是导演的要求比较高 对我可能经常答不太到 其实其实我说真心话你还可以了 啊是吗 除了除了经常辱骂导演 听到对我有这么高的评价 我好开心啊 对讲真心话就是最大难点就是因为 这里面有很多正常戏份和Q版戏份的转换 而且都是他是不是说一句话讲完再转换 他是在中间的对对对 向我转换就会 杨老师精力有限 然后时常时常就会被消耗的 我经历还是很多的对 然后他就是整个音色吧 就是可能心理状态还差一点 这是要都剪进去的 哦那那再夸一下 嗯还挺好的 就是杨老师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用心力的 就是很沉浸其中 哦 这个我嗯 觉得非常的合适 因为王子欣他这个人嘛 也是经历了挺多事情 然后他的对于世界的观感都会比平常人更深刻一些 嗯我觉得就是Q版吧Q版的时候会会有一些比较搞笑的台词反应气氛 要具体什么台词 具体什么台词我好像忘了 有趣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戏还是大部分挺还是比较有趣的 特别是很多Q版的部分 而且我虽然录这个时候才录了一点 但我觉得还经常会被里面剧情猛到对 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养儿子的部分 就是王子欣那种 又他妈烦 然后 你又杀了 但是没办法 你是我 我是你爹 我得好好的照顾你 然后又看到他有点 那么可爱 就没办法 那种无奈的劲儿 觉得还挺有趣的 嗯 杨老师时常在棚里发出阳视尖叫 啊好可爱 你要不要也现场演示一下 不行 我要听 对 要听了 做饭也是外卖 外卖 网游还是单机游戏 单机游戏 草莓还是蓝莓 蓝莓 闪白天是腹黑 腹黑 书门还是睡觉 睡觉 阿贝斯还是王子欣 阿贝斯 阿贝斯 就是一方面是傻白天吧 另一方面是比较腹黑 比较邪恶 嗯 那您本人和角色之间的相似度是多少呢 呃 我觉得邪恶的 邪恶和腹黑的那一部分 跟我还是有这个相似度的 其他的好像差的挺大的 嗯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特质就是 首先他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 就是身体特征上的特质 你就是在夸自己的 我还没说后面的呢 我知道你后面要说 哈哈 但是我觉得邪恶恶她有一点 我觉得是比较好 她就是面对这种 命运的这种歧路 就是 对她自己陌生的环境 她能很快的适应能力 和有 可以快速做出 决断的这种想法 就反应能力也很强 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 嗯 她是一个 还比较坚韧的一个男生 嗯 嗯 而且情感比较细腻 嗯 我觉得她 就是特别乐观 不管她遭遇了什么 她都特别乐观 我觉得这点跟你还挺像 嗯 没有我刚说的所有的购文很像 特别是聪明这一点 嗯 好尴尬啊 我认同 啊 其实我也认同 为您鼓掌 那您觉得您聪明吗 我觉得还小嘛 哈哈 嗯 嗯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由创作者来回答 我觉得需要 就是你创作的角色往往代表了你 你的三观和想法 你所 之所以你创作出这个角色 因为比如说不管是漫画作者还是 就是文章的作者嘛 你首先是有读者群体的 你这这个角色往往就是在这个故事中的一些想法啊和他的三观 往往会影响一部分喜欢你的读者 所以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 也我从来不不不说要传递正能量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尽量不要去 即使他这个人是一个反派的人物 但是也不要有过多的 会很 因为其实我们看一下文学作品 有些反派人物的塑造 他也是很可爱的 而且是有魅力的 就是代表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角色 不能单纯是为了 他很坏 所以我把它写成一个很坏的人 往往我觉得一个很有魅力的反派角色 或者是很有魅力的有缺陷的人 他往往更有更可以让人感受到这个 人是多样性 人性的复杂 其实就是要真诚和扎实的表达出来 对 这个角色就会有灵魂 不能功力性太强了 对对对 就写东西和给创造角色上 这点我还是很喜欢杨老师的 特别好 我当然希望我自己了 为什么呢 谁不想能年轻一点呀 只是年轻一点吗 没有啊 年轻一点可以干很多就是 当你年轻的时候还不成熟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会做错一些事 走很多弯路 也可能会有很多就是想去完成 但是并没有完成的一些遗憾 如果说当我现在再穿回去的话 我就知道当时我应该怎么做了 很走心的一个回答 最希望一个朋友回到八年前 或者你自己也可以 当然希望自己回到八年前了 因为就是因为 岁数月大月觉得以前自己很蠢 啊 对啊 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想要回去 我还挺 就是当然保持现状是最好的了 你回去未必会有现在更好的形容 但是你总会 人总会有呢 在某一个时间点犯过的一些傻逼的事 你总会觉得如果我当时怎么样怎么样 会更好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 对 如果你回去了改变了这个时间点的这件措施 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有更大的疏漏 或怎么样 杨老师把这个问题升华了 但是如果能回去的话 我是愿意尝试的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结果既然如果能回去的话 我愿意承担这个结果 但是我也想试一试 说回去我会不会怎么样 但这种体验你不想有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 如果你是本着这个原因回去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也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其实你会觉得好像 大家概念中的重回到八年前 可能会觉得 我回去我就改变眼前 实际上回去我未必可以 那样 只是多了一次机会 或者多了一次体验而已 我也不觉得很晚 也不是更晚 才可能会做很多刀 最后的事件是 真的没想到 和我那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